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年起不再发放就业报道证等 13日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由于美方不顾中方严正立场 违背国际社会关于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 执意邀请台湾方面参会 中方无法出席第二届全球抗议视频峰会 民政部中国残联日前联合印发通知 自15日起 全国范围内实行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申请全程网办服务 日前 市场监管总局拟将使用严重缺货 即将全面提价等用于推高价格预期等 14种情形 认定为哄抬价格违法行为 国家移民管理局13日消息 我国停办护照对绿卡剪较禁止出境等传言不实 如于出入境问题 可通过国家移民管理局政务网站等了解相关信息 近日 市场监管总局根据前期核查 依法对职网涉嫌实施垄断行为立案调查 接下来是一组资讯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13日介绍 社区防疫不能一封了之 采取物理隔离措施 同时要留好安全通道 生命通道 安排专人职守 不要上锁 要保证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通道畅通 北京13日通报 北京新增一期五三四路公交厂站乘务人员相关聚集性疫情 目前共有感染者三例 留掉溯源工作正在进行中 上海13日通报 目前 上海疫情防控形势持续稳中向好 努力在本月中旬实现社会面清零 13日 京广高铁北京至武汉段展开时速350公里高标运营拉通实验 为6月20日提速做准备 届时 我国将有3186公里高铁实现时速350公里高标运营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0日发行2022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 该套金银纪念币共7枚 其中金制纪念币3枚 银制纪念币4枚 北京警方13日消息 一女子因编造发布北京封城静默谣言 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南开大学13日通报三名教师被举报一事 一名涉事教师被解聘 另外两人被处理 当地时间13日 阿联酋总统哈利法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去世 阿政府宣布将举行40天国丧 美国疾控中心日前发布数据显示 美国目前平均日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5万例 一个月前这一数字为3万例 日本厚生劳动省13日消息 日本全国新增5名不明原因儿童急性肝炎疑似患者 下面是服务信息 海南省原定于6月12日举行的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 将延期至9月举行 具体日期另行通知 中央气象台预计 13日20时至17日8时 南方地区大部和西北地区中部等地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 其中江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降温可达8摄氏度以上 中央气象台13日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预计13日20时至14日20时 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福建东部河南部海南岛北部台湾岛大部及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其中广东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沿海台湾岛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感谢关注央视新闻 更多资讯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我们明天早上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小时48分